各位植物学家们,大家好啊,这里是一植鹿,分享各种奇异植物,点个关注布迷路,在广袤无垠的地球之上,大自然以其无尽的创造力,孕育着无数独特而奇妙的生命。 在墨西哥的科阿维拉州和奇瓦瓦沙漠的部分区域,有一种名为太白丸的Locactus Carnot Lows,或McDollyada Locactus McDollyada植物,这种植物是流域鼠Zillocactus的一种,这是有十几种主要在德克萨斯州河,墨西哥的奇瓦瓦沙漠中发现的物种组成,该物种具有小球形或短圆柱形精,单生的或小群生,精具有凸起的或完全成油凸的栏, 并且通常具有粗状的针状刺,一些物种还长有钩状刺,流域鼠植物的刺就像一把把精心打造的微型宝剑,闪烁着寒光,捍卫着植株的每一寸领地,流域鼠植物的刺宛如细密的印针,整齐的排列在球体上,仿佛是大自然为其量身定制的精致铠铠甲,流域鼠植物的刺好似一根根尖锐的狼牙,锋利无比,令人望而生畏,流域鼠植物的刺如同无数只纤细的标枪,笔直的挺铠铠 传立着展现出不容侵犯的威严,流域鼠植物的刺仿佛是小巧的闪电,吸力而醒目为植株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气息,流域鼠植物的刺具有多种重要作用,首先这些刺就像坚固的盾牌,为植株提供防御功能,它们尖锐而锋利可以有效地阻止动物啃食和侵害,保护植株的晶体和内部组织免受伤害,其次,刺如同微小的遮阳伞,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植株表面受到的阳光直射,降低水分蒸发,有助于保持植株体内的水分平衡,适应干旱的生长环境,再者,刺好似微型的天线能感知周围环境的变化,例如空气湿度和温度的波动,此外,刺还像精巧的散热片在炎热的天气里,有助于热量的散发防止植株过热,最后,刺在一定程度上,可以起到固定植株的作用就像小小的锚钉, 使植株在风吹等自然环境中更加稳固,花是白色、粉红色或黄色,并且通常是多种颜色的肤色,花瓣组成同型圆环或条纹,花通常与经成比例并且长在植物的顶部,在整个夏季,鲜花可能会持续开放,刘玉鼠的植株大小以及很容易开花,的特性使它们在栽培中非常受欢迎,本期主角可谓是咬定青山不放松, 里根源在破岩中正如这句是所描绘的,泰白丸就扎根于这片环境恶劣的土地上,它生长在海拔约1500米的石灰岩土壤中,这里干旱到了极点,然而泰白丸却以顽强的生命力再次坚守,泰白丸的原产地范围极为狭窄, 在墨西哥科阿维拉州和新莱昂州,边界的奇瓦瓦沙漠中分布范围非常小,发生范围不足100平方公里, 其典型的生长地点位于萨尔地约东北33公里处,位于40号高速公路上通往科阿维拉州蒙特雷, 泰白丸通常生长在石灰岩山丘上的灌木丛中,这些巨大的岩石是它们的家园, 哪怕只有一条细微的裂缝,泰白丸也能顽强地榨根其中,或许正因如此也有人称它们为岩石渣穿球, 这种植物在野外非常罕见,非法收集曾给它们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威胁, 让我们来细细端详泰白丸的独特之美,它的精呈浅绿色,高10厘米,宽10厘米, 胃骨分成锥形结结,模糊不清,乳运为白色放射状级,有如玻璃状的白色针状, 通常在15至25之间,中央集2到4个为白色或浅黄色,部分还带有褐色肌部稍增厚, 成珠的中刺可长达2.5厘米,白色或灰白色质淡黄色的中刺, 有的还带着些许褐色犹如刺猬的防御武器,向四周炸裂着阻挡着人或动物的靠近, 太白丸的球体呈绿色却被白色的细密尖刺所包裹, 那些细小的密刺紧贴在球体上,而细长的中刺则肆意伸展, 当太白丸生长状况不佳时,整个球体可能会变得扁平, 只有球顶的刺依旧保持着白色,底部的老刺则转为棕褐色, 而旁边的侧牙由于上小全身依旧洁白如雪, 夏季来临太白丸会绽放出美丽的花朵, 花成露斗撞颜色从浅粉到紫红色, 绚丽多彩宛如沙漠中的仙子翩翩起舞, 在繁殖方面太白丸可以通过播种繁殖, 夏季便是播种的好时节, 其有苗在生长初期就展现出令人惊艳的状态, 小小的年纪刺就直奔一厘米, 让人不禁期待着它们长大后的绝美模样, 在栽培方面太白丸是一种夏季种植物, 不需要特殊处理, 从春天到秋天定期浇水但且不可过多, 它需要充足的阳光或浅色阴影同时要仔细浇水, 以保持植株紧凑和强壮的刺, 只要空气流通良好它便能尽可能多地承受阳光, 此外良好的排水和非常多孔的盆栽混合物是必不可少的, 如果堆肥过于丰富, 它可能会长得过于细长, 倘若在冬天能给予它一个凉爽的休息器, 少水或无水它将会开得更加绚烂, 它具有一定的耐动性可耐含至零下七摄氏度, 在墨西哥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太白丸与龙蛇蓝为林, 墨西哥这个盛产仙人球的国度, 也孕育着众多独特的植物, 而太白丸以其珍惜与独特, 成为了大自然的珍贵馈赠, 让我们怀着敬畏之心, 去欣赏和保护这些大自然的杰作, 让太白丸在奇瓦瓦沙漠中, 继续绽放属于它的生命光彩, 正如古时所云,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 似是有名法而不义,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, 让我们在这神奇的自然之中, 感悟生命的奥秘与伟大。 感谢大家的收看, 那我们下期见吧, 再见。